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 真师傅在《沙破狼》里面拍了段很经典的打戏 成功找到了自己的武打风格 但是呢 在当年其实还有另外两部更出名的动作片 《拳霸和冬一公》 而这两部电影的主角正好就叫托尼甲 没错 跟导火线里面的托尼是同一个名字 打的拳法也同样都是泰拳 所以说江湖上一直都有个传闻 认为导火线里面的这句话 说的可能不仅仅是电影里的托尼 当然了 打嘴炮是没什么意义的 泰国功夫片的成功 不但获得了一大堆国际民导的称赞 某些影评人和媒体甚至还表示 中国人的功夫片已经过时了 正好 曾子丹也刚好想通过他的电影来证明 中国人不但可以拍传统功夫片 甚至还能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综合格斗的情况下 拍出来一部综合格斗电影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导火线里的真师傅到底有多能打 电影里的这场打斗 总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相互试探 周师傅首先打了一套很标准的泰拳 他在这部电影里的设定就跟九品之马管理的常威差不多 天生神力拳脚无敌 只要是战力格斗 主角都能被他给打得还不了手 而我们的真师傅虽然拳脚不行 但他却通过自己的走位和防守 把对方给强行拖入到了地面 这到底是怎么被摔到地上了呢 摔完了之后又为什么要滚来滚去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从传统摔跤开始谈起 不管是古典胶中式胶还是日本有道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分成两个大类 怎么把人摔到地上也就是摔头计 摔到地上之后又该怎么办也就是地面计 比如说电影里的这一段 真子丹首先接住了对方的边腿 然后转身一头就是怎么把人摔到地上 在87游数出现之前呢 大部分的摔跤都比较注重怎么把人摔到地上 也就是七分摔头三分地面 理由也很简单 古代战场上穿着一层铠甲被人摔到地上 基本上有点人美了 所以说传统摔跤的摔头计 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分类 不同门派的摔法也是各种各样 但是现代格斗一般都不会太注重 怎么把人摔到地上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人穿的衣服都比较轻便 就算被摔到地上也不至于爬不起来 所以说呢 87游数除了把人摔到地上之外 更关注摔完了之后 该怎么让人失去战斗力 比如说电影里的邹师傅在被摔到地上之后 想爬起来却被真子丹给死死的压住 这就是柔术里面的顾脊 横四方顾 压住了之后 抓住对方形成一个十字的形状 就是柔道里的关节径 十字顾 当然了 真子丹的这个十字顾 没有用右腿压住对方的身体 做到不够完善 于是呢 就被邹师傅用身法给侦脱了出来 对方起身之后 想用拳腿缓击 却反而被真子丹给顺势抓住 然后向下一拉 用双腿缴住了脖子 这就是柔道里的角技 三角角 理论上来说呢 两个人的体重 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话 一个人被这么缴住 基本上也得没了 但我们之前也说过 邹师傅这个人 天生神力 于是呢 在被缴住脖子的情况下 他硬是强行把对方的整个身体 给举了下来 然后一起摔了下去 邹师傅呢 知道对方会摔跤 但觉得自己的腿脚比他厉害 曾师傅知道对方不会摔跤 但也觉得自己的拳脚比他厉害 于是呢 第二回合 两个都觉得自己很能打的人 首先拼了一轮战利剂 结果呢 就是 真子丹整个人都快被打蠢了 尤其是最后这一个编腿 差点没被一脚踢死 泰拳的腿法有这么夸张吗 我们先上这部电影里的老三 来示范一下 12路弹腿是怎么踢的 很明显啊 相对于泰拳那种 直接抡出去的踢法 弹腿是先要踢膝 然后才能转胯弹腿 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呢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随意变化 在我提膝的这一瞬间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出什么腿法 甚至还可以像龙哥这样 先打几个前踢 然后突然变成鞭腿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样弹出去的腿法 还可以防止对方的爆摔 而相对于12路弹腿 泰拳不但会把自己的整条腿 横着抡过来 甚至还会把自己的整个胯 都给踢得翻过去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力量会显得特别大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泰拳的这种打法呢 虽然力量很大 但动作幅度也同样很大 很容易被对方抓到破绽 比如说刘海龙的这场比赛 对方泰拳手的腿法 甚至比电影里的还要夸张 一个边腿 何不能把自己给踢得原地转圈 于是我们的柳师傅 就利用对方的这个特点 边打边摔 据说整场比赛 他一共摔了对方17次 人都快被摔没了 要是当年的散打比赛 带的还不是分指拳套 只能抱不能抓 如果能用手指的话 我觉得对方可能还会输得更惨一些 如果下面是刀啊 已经死了 不是这样打的 那么同样的 在导火线里面 真师傅从第三回合 也开始利用泰拳的这个缺点 边打边摔 不得不说 这段动作设计的不但很帅 而且还很科学 真师傅首先利用对方的攻击间隙 来了一个下潜爆帅 此时此刻 周师傅的重心还没有被破坏 如果他直接往上举 可能就会像之前一样 被对方给强制压下去 于是他就先转了一圈 破坏对方的重心 让他不得不贴住自己 从而形成一个背着的状态 然后顺势一个背负头摔在地上 由于知道真子弹的地面机很厉害 所以说在被摔到地上之后 对方人都没有站稳 就强行爬了起来 结果两只手却都被扯住了袖子 这里真子弹先用左手往左下方拉了一下 把对方的重心给拉到了右脚 准备用一招小内衣把人给扫倒了 结果周师傅也不傻 强行把重心给移到了左边 然而他虽然躲开了小内衣 但自己的重心却又被破坏了 而是就被真子弹用自己的右腿和胯部给架了起来 一招内骨又给摔到地上 背负头和内骨这两个招式虽然看起来差不多 但前者属于手技 后者属于足技 发力方式以及破坏重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而当周师傅再次爬起来 再次被摔到地上 然后又再次被投出去的这一招 又跟之前的内骨和背负头不一样 属于腰技 所以说摔跤这个东西 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如果你没学过 不但没办法跟人过招 甚至连自己怎么被摔的都搞不清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正常人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 如果被这么连着摔了几下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反正电影里的周师傅是 整个人都被摔得有点懵 完全不敢像之前一样 出一些动作很大的招式 但我们的真师傅 却可以为所欲为 各种大摆拳 后悬踢 腾空飞踢 于是双方的格斗过程 就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 要么畏首畏尾 被真神弹不停的暴打 要么大开大河 被抓住破绽 又是一顿暴摔 最后只会战力技的周师傅 被真神弹用了一个 标准的地面裸脚 给脚晕了过去 呜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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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尽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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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